红颜总是嘛 所以我们说说 这个礼敬礼宫 对人 对事 对物 我们都要礼敬 比如说我们的桌子 我们都要把它排在整整齐齐的 它刚刚静静了 这个就是对物品 这个恭敬 对事情 我们把它做得远远满满 尽心尽力把它做好 这就是对事的恭敬 所以这个恭敬是配一切的 所以这个 十方万人行 人事物 都是 所以这个 就是讲到 这个 这个一切众生 将来都可以成果 所以他计划说 这个果 不是只有我们献钱的 包括人 还有动物 甚至还有 这个直伐借一切众生 多事 甚至 还有未来 未来同事一切众生 所以多样的理性 那这个就是 这个 希望这个圣贤法术 将来 那么有机会可以 就跟大家讲讲 这个 礼敬诸佛 生战如兰 那么 那这样 这是我们修学 在我们进宗 这个 所谓 三学六部 这个 三合六部 三学六部 一大月晚 这就是最后 我们 直伐 要在我们 进宗 同修的 这个修学 最重要 最后的一个科目 但是 这也是最高 最究竟 最圆满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 有机会 这个 能够聆听 这个 圣贤法 就是给我们 讲一大月晚 好 谢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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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